晚清时期 有一位传奇一样的女子 真妃 多数人提到她 都说她柔弱而深明大义 有点小聪明 又有些帅性的女子 一生短暂而悲剧 就连死也死得不是很体面 被生生地丢进井中 随手后来慈禧回京后 命人打捞她的尸体 将其封为皇贵妃 但人已是虚名罢了 提到晚清 人们脑海里总是浮现 奢密独断的慈禧 懦弱无实权的光绪 以及她所钟爱的真妃 这三人曾上演了一部 跌宕起伏 绵延婉转的宫廷剧 而真妃则是剧中悲惨炮灰 真妃生在富贵之家 父亲是户部幼士郎长旭 伯父常善是广州将军 自幼他和其姐济妃 便跟随伯父在广州生活 常善对两位侄女照顾有加 曾聘请清代著名诗人 学者文庭氏教两位侄女读书 而当时的广州繁华而热闹 贸易通商口多 西方资本主义给广州带来了新的文化冲击 在如此环境下成长的真妃 自是开朗与热情 十岁那年 伯父常善系任广州将军 真妃与其姐姐一同回北京 光绪十五年 十三岁的真妃与其姐姐一同入宫 出风真平和锦平 在书香门第中长大的真妃 进宫以后期待着过无拘无束 潇洒从容的生活 这与光绪帝的想法不谋而合 因此真妃成为了光绪帝的新头号 据国文贝成中说 真妃性格很好 惹人喜欢 擅长书法 日日在光绪身边陪伴 可见真妃在光绪帝心中的位置 真妃入宫时年仅十三岁 而光绪帝也才十八岁 她的聪明好动与光绪帝非常合拍 但一入宫门深似海 宫中的女子依靠着一个男子 皇帝喜爱时是天上的红 皇帝咽起时是地上的蚂蚁 光绪帝倒没有咽起真妃 只不过她也没有十全罢了 而她对真妃极尽的宠 必然会给真妃招来杀身之祸 而在神宫里 光绪根本没有实力去护住真妃 慈禧本来想要真妃成为她的耳目 只可惜真妃对光绪帝产生了真情 不肯为之所用 慈禧对真妃光绪非常不满 特别是真妃 这使得真妃在宫中更加步步维艰 尤其是皇宫中其他的嫔妃 龙玉便是其中一个 她看着真妃受宠 济从心胜 嫉妒往往会腐蚀一个人的心灵 宫廷中的女子更是如此 龙玉为了报复真妃 她使了一点心计 让慈禧和光绪认为真妃放荡 不受妇道 这件事让慈禧下令 将真妃打了一顿 几次被害之后 真妃深知皇宫险恶 也深知光绪想为国家做事 却无能为力的痛苦 于是 当光绪帝想站起来反抗慈禧 夺得实权 决定变革时 重情重义思想前进的真妃 自然是毫不犹豫地支持她 为她物色 有学识的学者 可惜 这两个年轻人 终究是太年轻了 空有一腔热血 徒有一长背 慈禧很快就镇压了光绪的变革 真妃也触怒了慈禧 被打入了中翠宫 一个奶妈们养老的地方 宫门被一条条厚重的 封条封筑 洗漱和吃饭都是由宫女 从那身看不见光的窗口里递进来 慈禧还禁止宫人 同她说话 在别人欢歌庆舞的时候 真妃在冷宫里接受训诫 真妃如果不是对光绪有着真情 做一个趋离腹势的人 或许也不至于被打入冷宫 据说一开始慈禧也怜爱她 慈禧对写字颇有兴趣 也对自己写的字感到得意 而真妃也擅长书法 慈禧也就特意请人叫真妃写字 真妃身为皇家的妃子 必须恪守礼节 而皇宫中皇后恪守的礼节更多 更不能出一步错 否则就是犯法的 当时有个礼仪 龙玉皇后总是掌握的不是很恰当 就让真妃待之 就这样 真妃过了几年让人眼红的甜蜜日子 然而在安逸的世界里 真妃哪只皇宫没有永远的平静 家境因使得她花钱如流水 没有规划 功力分发给她的零用权 根本不够她花 于是她便学着慈禧卖官 可她哪知 慈禧卖官扩大了自己的权势 她卖官触碰到了慈禧的逆力 慈禧命令工人扒开她的衣服 暴打了一顿 光绪跪着求情 都没让她免于责罚 第二天 真妃被降为贵人 而她的家人也没有幸免于难 官被降级 姐姐与她同数一计 更糟糕的是 光绪的势力也被削弱了 或许是在慈禧的带动下 卖官似乎成为了一种司空见惯的事 不久之后又恢复了真妃姐妹的肥尾 然而她与慈禧之间的梁子算是结下了 后来光绪变革失败 真妃也失去了她在宫中的依靠 被打入了冷宫 晚清的时候 清朝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 真妃就算是一个普通的女子 也不可能安然地度过一生 更何况她还是皇帝的妃子 八国联军清华时 慈禧太后西桃之际 忽然想起了冷宫中的真妃 但她又不想带着真妃 又担心貌美如花的她被玷污 丢了祖宗的脸 于是慈禧就命人将真妃投入境中 真妃身为皇帝的嫔妃 虽说犯了错 也不至于逆境而死 不过这些似乎都不重要了 在那动乱的年代里 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奢侈 而后来亲手将真妃投入境中的 那个太监却安稳活到了最后 等社会稳定后 这名太监传出了一本自传 在书中她详细描写了真妃这个人物 并说道真妃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 即便后来服从慈禧的命令 将真妃丢入境中的太监 终其一生持暮之年 道出了对真妃的敬佩 她真是了不起啊 那也只是一种说辞罢了 接下来说光绪暴毙原因终于揭晓 专家通过高科技检测头发 找到了幕后凶手 光绪皇帝爱新觉罗载田 其父遗环是道光皇帝第七子 其母叶赫纳拉婉真是慈禧亲妹妹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 同治皇帝驾崩 无子嗣 结果年仅四岁的载田 被慈禧和慈安两位太后 立为皇帝 成为满清入关后的 第九位皇帝 年号光绪 从立为皇帝的那一刻开始 光绪的悲剧就已经注定了 由于慈禧太后 对权力极度的痴迷 她垂帘听证 使得光绪完全成为了一个傀儡 直至暴毙 前后历时三十四年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光绪在迎台病死 身边无一人 终年三十八岁 光绪身体原本就不太好 问题是光绪在慈禧太后死后 不到二十四小时就暴毙 这自然引起了人们的猜忌 光绪究竟是怎么死的 编约有关光绪死因的报告 发现了一则重要的史料 非常蹊跷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七日傍晚 光绪暴毙前四天 内务府发出了光绪 两道紧急召见羽衣的手谕 但是羽衣最终被阻止 进入光绪所在的迎台 自日早晨 西医驱桂亭进入迎台 发现光绪腹痛难忍 在床上打滚 而且面黑 蛇黄黑 从光绪的表现来看 他这显然是中毒了 还有一件事 就是光绪并卧在床时 慈禧太后就已经命人将棺材 停放在乾清宫 种种迹象都表明 慈禧太后已经知道光绪将死 她也成为毒杀光绪的最大凶手 那么光绪真的是被毒杀的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 直到2008年才最终有了答案 2008年11月2日 请光绪帝死因专题研究课题署 联合多部门 采用现代刑侦和高科技手段 对光绪头发进行了检测 检测结果显示 光绪头发里含有大量的深元素 即P霜 远远高于正常人能摄予的剂量 专家还发现 光绪帝头发的异常高深含量 截断位置判断 既不在发根处 也不在发烧处 并根据头发生长规律和深中毒激励 光绪帝头发上的高深含量 不应是正常摄入代谢形成 至此光绪帝死因终于解开 明确光绪是中毒暴毙 谁最有可能是凶手呢 结合慈禧太后的种种行为 她的嫌疑最大 运玉鼎在《崇陵传信录》里写道 使太后病 谢谢数日矣 有见上者闻帝闻太后病 有喜色 太后曰 我不能先死二 作为起居助官 云与鼎的记载可信度很大 启功先生曾祖父普良 是晚清礼部上述 当慈禧太后病重时 普良在屋外试集 普良询问 这名太监盖碗里装着什么 得到的答案是 老佛爷赏赐给万岁爷的塔吗 这件事被记载在 启功口书历史中 可信度也是很大的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